继续来种肉肉 这一次要种的是非常像芦荟的条纹十二卷 大家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像芦荟 叶子圈圈的 它的这个叶片是非常有个性的 它上面有很多这个条纹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条纹十二卷 它是非常非常好养的 非常的耐旱 又不容易得病长虫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种多肉我还是喜欢这种透气排水性比较好的 这个红桃盆来种 那我就选择口径十二厘米的 应该比较合适 现在就可以来种了 我还是用这个多肉土来种 这个是上次加了那个多菌磷小白药 还有长效肥的土直接种 现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因为这个盆比较高 我在盆底加了一层这个桃粒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 就可以找到 稍微按一下 再把这个根稍微修一下 像这种枯死的根给它剪掉 这样就剪好了 再给这个伤口沾点草木灰 OK可以种了 夹住这个根 稍微搓一下 OK 再给它用这个火干石泡面 给它户水 像油 desarrollo 这样先来这种状况 这是它的偶尖商 会变成 干设备 över 这样就种好了 可以把它搬去缓苗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